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来我家谋生啊 等你发得起月钱了 提前告诉我 我马上上门 这么巧 你 你怎么在这儿 我认得你 你是那个当兵的 我 我还多鱼了呗 不能听呗 那日回去路上 你一直心神不宁啊 后来有什么麻烦事吗 那时候没有 眼下倒是一对 是吗 那有没有我能帮得上网牌 有啊 我还有这么多红果药斋呢 看来最终还是没能瞎穿 想通吗 呀 穿 借你几言 我现在是个临时的钢手 掌风使舵 眼下只是琐碎 未来还要往险中行呢 不是当兵的呀 到底是卖船的还是卖床的呀 姑娘 你们在这摘果子啊 您婆婆 你不让人家和不是卖床的 我怎样都不卖 她可以 你自己去 我以后来 对 都把我喝了 呀 还系 我 你好 你怎么怎么不在买 好 你爸 你认识他们 都是挣扎着生活的人 奸着了怎能不管 他的女儿女婿都病死了 抱下 走了 怎么让两个姑娘出来干活呀 你们家男朋友呢 都跑了 老的 少的 一个都没留下 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啊 想来我家谋生了 我可发不起月钱 这样 等你发得起月钱了 你先告诉我 我马上上门 看来这次回京 没有谋得合适的差事 是没什么合适的 给人当打手 整日胡家虎威的 不过你放心 我还活得下去 来日方长 总会顺心随意的 那我也祝你 行船顺风顺水 走了 走 姑娘 我看她脸上那个疤 就不像个胡人 我不觉得 的 我说 我说 我看她的 你可以了